海浪滔滔襲來 船艇猛烈上下晃動 激起大量水花 海巡人員仍然持續冒險往前開 沒時間想太多 一心只想救人 先抵達該船請位置 遠方小艇在海面上沿流晃晃 船上的人紛紛探頭引頸期盼 一線生機 抓了抓了 等一下 等一下不要 一個一個一個來 慢慢來 船上乘客看到海巡人員 彷彿抓住救命鬥草 正想恐後要跳上海巡艇 趕緊結束這個噩夢 無奈海浪還是太大 兩艘船艇12扣近12分開 讓救援難度大幅增加 這艘本國級遊艇 3號下午在小琉球 海滋扣西南0.5里處 拾取動力漂流 又碰上海象不佳 劇烈搖晃 船上兩名船員和14名乘客 緊急求救 當時海象不佳 5-6正風8級 愛船無動力狀態下搖晃劇烈 馬上將愛船14名乘員 皆無返回大幅港 海水人員頂著二浪出海救援 索性經過一番努力 成功將船上人員平安送上岸 也結束一場海上驚魂 記得謝紅紅蔡宇山高雄採訪報導